主料,胖鱼头400克,红豆浇30克,绿豆浇30克,辅料,姜,盐一小勺,大蒜,红薯粉20克,料酒二大勺,蒸鱼豆豉油二大勺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胖鱼头一个红绿豆浇红薯粉,先把红薯粉用水泡下,鱼头不要切断打开抹上盐和料酒去腥味, 放上姜片翻过篮,放入盘腌制20分钟,大火入锅蒸5分钟,蒸到鱼头变色出水,拿出倒去干水拿出鱼头,看看红薯粉搭的途中那样软,就可以捞出摆放盘中放红薯枕前,要把盘内浇一点点水,红薯粉上再放几片姜再放上,鱼头淋上蒸鱼豆豉油,准备好蒜末和剁椒,锅内放油热后放入姜末和剁椒,可以加点糖多炒, 炒出酸香味道,把炒好的剁椒摆在鱼头上,红色的剁椒也是同上一同的做法,如果中火蒸2分钟改小火,再5分钟,这样剁椒的味道才可以进去烹饪技巧,买剁椒的时候,要去超市买那种正宗的湖南剁椒,否则脉动不好的就会酸味很重,直接影响到鱼的味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